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我重庆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对好的朋友 他是刘兰昌 刘博士 刘博士好 洪老师好 对刘老师啊 我们看到大陆啊 真的是在金像海域呢 有了全方位的出动 那可以说是各方面 也就是说各种经纬的 路线的船只都出来了 那分别是海景船 渔政船跟挖泥船都出现了 这对于整个金像海域啊 因为短短它的距离 从古通码头到水通码头 也就是23公分里而已 那么这三系列船都出动 请问意味着什么事情呢 您可不可以给观众 做一个全方便地图式的展演了 刘老师 就是我们在香港的感觉呢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个金门 就是处于一种半回归的状态 就是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原来的金门所拥有的行政管辖权 这个已经废掉了一大半 那么这个首先大陆方面是宣布了 这个限制和禁止水域没有了 第二个海景船出动了 渔政船出动了 现在挖泥船也出动了 也就是说执法部门和经济部门 还有基建工程部门 所有东西都出来了 那么大家也知道 对整个这个金门的这个地理环境也非常清楚 实际上呢就是处于这个大陆的一个 在水面的一个整个一个包围圈里面 实际上如果大陆的动作严厉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整个大陆 金门的很多的事物 那完全就是受到那个大陆方面的控制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过去在双方面不太那么紧张 非常和平发展时期呢 现在金门的水淡水也是由厦门供给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未来怎么发展 我觉得呢这个事情恐怕也还是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方面 因为实际上大陆呢 就是在这次这个全国两会里面呢 还是强调的就是两岸要融合发展 那么特别是福建是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那么厦门也更加实了 那么厦门和金门的融合发展呢 应该是大陆方面对台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大陆方面一方面 它要这个彰显它的这个管辖权 和这个不管是这个主权行政权 经济权等等方面的一些这个彰显 那么另外呢 它又希望这个这个地区呢 还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融合发展的示范区 那么这里的关系呢就非常微妙 那么很多东西呢 要有一个度的把握 这是我们在香港观察的一种看法 是那老师啊 现在有海底船 蛙泥船啊 跟余政船 那么整个这23公里的距离的海域啊 原来金防部也好 或者原来台湾的海群属也好 在这里还剩下些什么管辖权 或还剩下些什么功能呢 难道只是在这里6船吗 刘老师 是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其实原来呢 这个金门的防护力量是非常强的啊 至少过去是10万人以上嘛 现在恐怕就剩下的很少很少量的 那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防防卫啊 其实已经是等于是放弃这样的工具 那么但是相信呢 大陆现在呢 也不会轻易说啊 要收回这个金门啊 所以呢 未来这个局面呢 应该是还是比较微妙的 那就看如果说啊 这个陈建仁和大小姐啊 加上广毕临啊 现在把这个事情闹闹闹 也最多就是闹到了这个520 那520以后 赖兴德又采取什么这个政策呢 这也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也许这个赖兴德会更加强力 也许赖兴德又以这个为一个抓手 调整他和这个大陆的关系 这些呢 可能都是有在我们这个观察的 那我旁看到啊 金门县政府啊 是在这中间的最尴尬的 也最无辜的 本来金门县门两边呢 两边的这个县市政府呢 关系是十分友好的 而且两边码头的海关官员呢 也都互相的友好 对两边的人民的往来呢 都是冒失的高度善意 现在呢 等于是金门县政府完全夹在中间 里外不治人 甚至呢 还被台湾呢 绿营的这些立法单位呢 给抹黑 弄得陈玉生呢 必须到台湾来大声喊冤 而且大声为他们解释 您认为目前的金门县政府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刘老师 我觉得呢 金门的县政府恐怕现在还是要扮演 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杀侧皮的作用 希望整个事件缓和下来 缓和下来呢 对于这个金门来说呢 它是得力最大 所以呢 如果是紧张对金门的利益会损害很大 所以呢 我想金门的这个政府呢 基本上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对那您看到啊 台湾的海防在这里等于是溃提了 在这次呢 什么中线啊 都完全不存在了 那您认为台湾的军纪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怎么从海到路都出现问题了呢 您的看法 实际上这次我们在香港看起来也是觉得非常莫名其妙的啊 特别是军营的士兵智商啊 包括这个大小姐啊 那个啊 他们那个府里边的啊 对这个啊 所谓的这个啊 禁军吧 啊就是啊那个啊 最靠近这个 上风的这些呃 卫士都呃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其实真是非常难以理解啊 他说啊 没有那个其他的问题 可能就因为压力太大 那么我们在香港也想 压力太大有什么压力呢 啊难道有人要 要呃 要进攻那个大小姐的府定 还是要在这个要危害这个大小姐 我相信这里 啊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 我们再想想看找不到答案 觉得都解释不通哈 所以看起来啊 是设计将衰啊 必有增强 或者是呢 整个社会衰退啊 必有妖劣 而谁是妖劣 大家很清楚 蔡英文是妖劣 碗碧琳 更是妖劣 才会被人家说是冷血 嗜血 感谢刘老师精彩点评 谢谢刘老师 谢谢欧老师